历代至上第十三章 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和所有的领袖商议 然后大卫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你们如果认为好 认为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各地 去见留在各地的兄弟 以及和他们在一起 住在那些有草场的城的祭司和立位人 叫他们都聚集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可以把我们神的约会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的日子 我们都没有在约会前求问神 全体会众都同意这样行 因为这事众人都认为对 于是大卫把以色列众人 从埃及的西河河 直到哈马口都招聚来 要把神的约会从基列耶林运来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去到巴拉 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 要从那里把神的约会运回来 这约会是以坐在二基路伯上面的 耶和华而起名的 他们把神的约会 从雅比拿达家里抬出来 放在一辆新车上 乌萨和雅西约负责赶车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 用诗歌以及弹琴鼓塞 敲手鼓 响拔和吹号 尽情欢庆 他们到了基顿河场的时候 因为牛尸堤半倒 乌萨就伸手扶住约贵 于是 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为乌萨伸手把约贵扶住 所以神把他击杀 他就在那里死在神面前 大卫因耶和华忽然杀死乌萨 非常不悦 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天 大卫惧怕神 说 我怎可以把神的约会 运到我这里来呢 所以 大卫没有把约会运到大卫城 他自己那里去 却转运到 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里去 神的约会 存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 和他的一切